3,2,1,0,plus1,2,3,4,5 印度的火箭是烧水的 你信吗? 其实不光是印度 就连阿利亚纳5号 目前欧洲最强大的运载火箭 在它的前几代身上 装的围巾发动机里面 居然也是需要烧水的 是的 是真的把水喷进燃烧室里面的哦 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 首先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 液体火箭发动机是怎么工作的 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 围巾要朝里面喷水了 你看这是一张极度简化的工作示意图 左边两个大罐子里面 装的就是燃料和氧化机了 比如液氢和液氧 煤油和液氧 或者是围巾里面用的煤油和发盐消酸了 它们只需要混合起来 燃烧喷发后就能完成任务了 这两个步骤分别是在 燃烧室和喷嘴里面进行的 不过想要满足火箭的暴力喷发 进入燃烧室的燃料和氧化机 也必须要足够暴力才行 但正常情况下 从一个底部密封的瓶子里面往外倒水 是这个样子的 既不均匀又绵软无力 虽然把它换成自带压力的液氢和液氧会好一些 但本身就是液体的没有 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它们是一定要靠外力来帮助才行的 这张图中 大罐子和燃烧室之间的这两个东西 就是专门用来给燃料和氧化机加压的我轮泵了 不要小看它 它实际上是整个液体火箭发动机上 技术含量最高的东西了 所以在没有能力将它弄出来之前 人们还用过另外一种方式 那就是用别的气体 从罐子后面往里面吹 把燃料和氧化机给挤出来 甭管这个气体是从高压气瓶里面吹出来的惰性气体 还是用燃烧发生器制造的高压燃气 都是可以的 我们稍后还会提到的 现在说回主流的泵推 所以你看为了让泵给液体加压 这个泵我们就要想办法先让它动起来才行 主流的思路是 咱们就用自带的燃料加氧化机来干这件事嘛 过程是这样的 从两个租箱里面出来的液体 首先会进入到一个叫做预燃式的地方混合燃烧 用它所产生的燃气来驱动一个高速涡轮 而涡轮则连着两个泵 于是泵就转起来了 就能把燃料和氧化机暴力的抽到燃烧室里面混合了 这个过程不断循环火箭也就能不断往上飞了 它就叫做燃气发生器循环 有些从预燃式里面喷出来的燃气 在推动涡轮旋转之后就直接排出去了 所以又叫做开放式循环 它会降低一点点燃料的利用率 有些则从预燃式里面出去之后 又回到燃烧室继续去燃烧了 所以提高了利用率 但是也增加了结构的复杂度嘛 它叫做封闭式循环 还有一种不得不说的非主流循环 叫做电泵循环 因为它是利用电池来驱动两个燃料泵的 但迄今为止只有Rocketlab的火箭上 在使用这种方式 所以它的火箭就被叫做电子火箭了 搞得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还以为它的整个火箭都是电去的呢 但其实只有那两个泵是电去的 而且还真没看出有啥优势 推重比嘛小的可怜 估计这就是标新利益的代价吧 哎呀说了半天好像这跟水压根没啥关系嘛 哎马上就来了 那个电泵的处外 所有由燃气驱动的涡轮泵 都必须要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如何避免被高温燃气给烧毁呢 于是这就导致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思路 我们来分别看看 第一种思路啊 发动机设计师呢 选择把进入预燃室里面的燃料 放的更多一些 让没有烧掉的低温燃料气化来吸热 以此降低燃气的整体温度保护涡轮 其中的代表就由SpaceX研发的梅林发动机了 它启动时释放的夸张的黑烟呢 就是没有在燃烧布完全是分解出来的产物了 另一波发动机设计师呢 选择的则是让预燃室里面的氧化剂来过量 只要舍得消耗氧化剂啊 在配合上合适的涡轮材料 依然是可以将燃气温度和氧化性 控制在涡轮能够成熟的范围之内 而且对于使用像没有这样的有机化合物的 液体发动机而言 复养的环境反而可以避免积碳的产生 既为发动机的测试提供了方便 也为发动机的重复使用创造了条件 代表作是苏联研制的复养不燃的液氧煤油发动机 比如RD180 由于其循环方式啊 用于冷却的过量氧化剂呢 最终也能参与到燃烧造就了它们优越的性能 好了还有最后一波设计师呢 不知道它们是从哪边获得的灵感 居然既不用燃料也不用氧化剂 而是用水 是的 它们直接把水呢 喷进燃烧室里面来降温 你说绝不绝啊 这便是维京系列的发动机了 它们一直从阿利亚拉一号装到了四号 整整把水喷了24年 其实任何行为呢 都是可以从历史当中找到线索的 法国人往火箭里面灌水的历史呢 可以往前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了 在那枚基于德国V2火箭所开发出来的 维罗尼卡探空火箭上呢 它们就已经这么做了 作为当时欧洲的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呢 它的技术实力还是非常有限的 于是在发动机的燃料供应方式上呢 就没有选择涡轮泵 而是使用了相对简单的挤压原理 它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往燃料箱里面吹气了 但是它用的还不是压缩气体 而是由燃气发生器所生成的高温气体的 水就出现在这了 它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为燃气发生器来降温 这大概有点像是围绕着火箭喷嘴的那些降温管了 我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资料 就只有这张比较模糊的图片 大家将就看一下吧 它的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混合到由燃气发生器所产生出来的燃气当中 帮它们再把压力提高一些 这样再去推动燃料和氧化机的时候呢 就更有劲了 其实这个设计在50年代还是值得赞扬的 但是到了60年代 在已经对火箭发动机里面的涡轮泵有了更多的认识 甚至是经验之后 还继续在新研发的钻石运载火箭里面 保留这个古老的设计就真的有点让人看不懂了 不过他们是法国人嘛 所以还好吧 最后这个喷水的设计还又被印度人拿了去 在他们为阿里亚纳项目工作了5年之后 作为交换就拿到了维京发动机的所有技术资料 他们估计也就是象征性的倒腾了一下之后呢 就把维京国产化了维卡斯 Vicas 正好是印度航天之父维克拉姆安巴拉尔萨拉巴伊名字的缩写 所以也算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员吧 你看是不是跟维京长得一模一样呢 如今啊 它还被用在印度的极地轨道运载火箭PSLV 和地球同步轨道运载火箭GSLV上面 所以如果Rocklab的电泵火箭都可以被叫做电火箭的话 那么印度的这两枚火箭呢 也是可以叫做水火箭的咯 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手上的水火箭更香了呀 好吧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呢 讲给你听